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也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老师专业的一个实力跟本事 相信大家都能够看得到 因此我们才能够带着我们的一个这样 会员朋友 标股一档借着一档的一个开心大传 不论是栗山 卫树 合金 甚至在到汉逊 以及什么 以及大江 我想我们的一个操作 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么在昨天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可能很担心这样的一个行情 毕竟这一波的一个指数 来到了10858点之后 并未能够一股作气往前攻 那为什么并未能够一股的一个作气往前冲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因为怎样 景气 景气开始有趋缓 但是在景气趋缓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还是怎样 它还是向上 并不是说我景气趋缓 我景气怎样翻转下来 原本我的角度可能是60度 那现在可能是怎样 可能是30度 变成我的一个景气变成是这样走 那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一波的行情拉到从10257 如我们的预期拉到10800点之后 然后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它开始做一个怎样震荡 那震荡过后最近怎么样 压下来 那压下来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也不用担心说 这个行情会怎么样 会崩跌 那毕竟它的一个景气还是持续的向上 所以后面的一个行情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下挡季线 所以这次守在季线 600 半年线在多少 在500 也就是说这次拉到季线到半年线之间 这边就会相对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力 也就是未来的一个行情 它就会走一个这样 区间的一个这样 区间的一个盘整的一个震荡 但是重点在哪边 重点是在区间盘整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个股表现大不同 你要怎么样来操作 怎么样来找掌握 才能够再持续开心大赚下去 我想这个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 那我昨天在演讲会 我有看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为什么在这一波以来 很多的一个人 没有能够赚到钱 甚至很多的一个专家 带着他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去所买到的一个股票 哇只要行情一稍微怎么样 稍微震荡的时候 哇很多的一个股票 缓了怎么样 下杀下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倒车雷达的一个同志 当时候 哇看到一根的一个长红上来 236 好多人看到一根长红 哇基数面黄金交叉 哇就UO风怎么样 冲进去 也不管他未来的一个景气的一个展望如何 所以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为什么在操作股票的时候 常常都会怎么样 都会 看技术面 来做一个操作 以为说当然啊 技术面看起来是很简单嘛 黄金交叉死亡交叉 但是如果说只是存次 那么的一个简单 就能够赚钱的话 那我想也并不需要老师我了 那你可以看到啊 同志啊 来到236 好多人冲进去之后 最近跌到多少 剩下141 一跌都超过怎么样 将近100块 跌务超过4成 哇真的跌得非常的一个凶 那为什么他会跌得那么的一个凶 那我想财报会说话嘛 你可以看到 从原本去年第四季是赚了3块2毛2 但是今年第三季 反而他美股的EPS就当到多少 剩下0.70 那代表什么 代表产业结构的改变 代表公司的营运的一个状态 哇开始做一个怎样 做一个 衰退 所以股价他也会顺势怎样 修正下来 然后我想这个都是各位我们在操作 在选股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地方 我实际上跟他说过 我说我们今天在股票市场上 最重要的 你就要学会保护自己不受损伤 那怎样学会保护自己不受损伤 你就是要充分认识这样的一个市场 并且要充分掌握产业的一个买动 为什么我实际上强调是产业 因为你要知道现在的一个产业 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主流 整个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并不是说 哇我今天单纯看着一个技术面的一个黄金交叉 哇就就就就一窝蜂买进 你死亡交叉去做卖出的动作 但是你如果碰到像现在的一个情况 你这样的做的话 你很容易就怎样 很容易就受伤 我想不只是到这类杂同志 很多股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像神盾也是一样 过去我们也是带会员朋友 大专与波上来 但是到300多块的时候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我也跟他说过 不可以拼 是怎样不可以拼 因为你看 产业趋势已经转变了 而且他是电容式指纹变式 那现在关于木 已经不合现在时代的一个所需 所以为什么最近的一个神盾 最近的一个股价 哇一天下来也都是怎样 超过百块 一张十三万 十张六十八三万 这终于不能开玩笑 也将近都快跌了快四成 那包括的一个金居也是一样 这个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带会员朋友 所操作的一档的一个股票 哇当时候你看 很犀利 但是很多人把年初的一个 年初哇 金居很犀利 但是现在呢 整个环境已经大不同了嘛 所以很多人会把过去的一个这样 过去的一个印象 带到现在来 这就是不对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经济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最近会摔下来 年初会涨是因为 他的营运状况 公司处于一个成长 但是现在会跌 是因为他整个的一个营运状况 每况不如预期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跌下来都将近多少 都将近四成 那包括整合的一个驱动IC也是一样 那当初很多人 甚至很多的专家会跟你讲 哇 敦态很好 敦态不错 哇在未来的一个这样 大陆的一个前景有多么好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 就是怎样 整个红色供应链的一个威胁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敦态也是一样 股价一跌也都将近快四成 包括网价也是 哇 那边看到光棍十一节的一个时候 哇 网价 哇 电子商务 也不管他整个财务面的一个状态 哇 看到有机会做反弹冲进去 186 结果怎么样 不通不通跌下来 一跌就跌到多少 36.3% 哇 很凶 很凶悍 那甚至包含光学股的一个经过光 也是一样 你看他过去潮底财 但是潮底财来得快 也会去得快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当体财结束之后 如果高档 你不懂得见好就说的话 甚至逆势去做强短的动作 从61块一跌下来 也都跌无将近四成 阳明光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跌下来都是跌的怎么样 跌的非常非常的一个凶 他的一个怎样 公司的营运的状态 他的获利有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 所以他这种纯淘体财的一个股票 虽然短线上 有时候体财来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一下 但是该退的时候 你还是要懂得退 那包括绿越KY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绿越KY你看 从3毛多 3块多 赚3块多 现在剩下什么 赚0.54 代表他公司的一个怎样 整个营运体质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转变 所以为什么最近的一个绿越KY 很多人看到红棒 哇 隔天跳进去 结果不动不动 马上跌下来 一跌都将近多少 将近四成 那甚至GIS也是一样 上次我们从222带着会员朋友 一路开心大段到379 但是来到高涨的一个时候 你就是要懂得怎么样 见好就说嘛 如果说来到高涨的时候 300多 你觉得可以这去拼吗 哇 你看 不论你是拼在350 三百六三百七啦 你看这样一波跌下来 也是跌的跌的怎么样 非常非常的一个凶啊 反观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路以来 我想过去6月12号 送给大家的一个重达KY啊 甚至抗控KY海捞股啊 我想大家也有目共睹嘛 这两档的一个股票 你看抗控KY最近那时候才126 哇 现在飙到四只头了 哇 飙到非常的一个凶 我想你都知道 那时候我就跟他说过了 升控黄水元件 这个是未来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趋势嘛 所以当时候你看到 一个财霸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后面你看到 哇 怎么他的一个 最近标的那么的一个凶悍 当然今天点停板 当然现在你不能去追啦 那怎么那么的一个凶悍 就是怎样 就是他现在 他踩上产业的一个 成长趋势的一个浪头上嘛 那同样的你可以看到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利山 利拔山河 老师母大家失望 从二字头一路怎么样 涨到七字头 那涨到七字头 你现在去追当然不必要了 都已经涨了多少 二顶四倍了 一百万让你可以开心大赚 两百四十万 两百万让你可以开心大赚多少 四百八十万 三百万让你可以开心大赚 七百二十万 那当然 加码单 获利了结之后 基本就是怎样 就是抱着码 他怎么怎么振 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的操作就是这样 当有一个大行情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波 要赚到宝宝宝 那包括位数也是一样 从一字头到四字头都已经足足一点二倍了 我也跟大家说过 爱怎么赚就怎么赚 有你自己决定 以及合金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合金 从二十五块九毛五 我每天我每天 不愿其玩就跟你做分享 我每天每天都邀请你一起来共享盛军 如果你懂得把握 总的早一天跟上我们脚步 你看从二十五块九毛五 一路到四十四块六毛五 这样足足就是多少 就超过七成 累计超过七成的一个价差 当然来到四十四块六毛五的时候 这个地方要震荡了 要震荡了 那基本持股持多续报 那加码单我们怎样 顺势把它开心获利换口袋 那么甚至包含的一个大僵也是一样 也是老师领先市场 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一档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股票 从196切入之后 你可以看到一波大涨上来来到248多少 这样也都足足有超过25%的一个价差 相信我们的一个操作 我们摊在阳光之下 大家都有目共睹 甚至这一档股市威尔康 老师昨天我也跟他说过了 更早之前老师也跟他说过了 这一档股市威尔康为什么 他在50块我们就是大扫货 我们就是大扫货 50块附近我们带着会员朋友大扫货 最近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一个会员朋友 新进会员朋友 再怎么样 再度出手 再度出手 这一档股票为什么我持续要抱着 我舍不得出 原因很简单 你看今天再持续的一个大涨再创新高 昨天现买现赚 今天持续大涨再创新高 因为受惠于谷沟的一个订单 你要知道谷沟并购的一个 宏达店的一个部门是为什么 一定要花手续 花手续的目的是为什么 一定要抢上这个市场 在市场上只有两家的一个主要供应链 台长一家一家比亚迪 我昨天跟他说过 你可以看到 他受惠于谷沟的一个大订单 第三季的一个获利 角出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单 比上一季成长超过十倍 比去年同期成长将近五倍 而且后世的营运还会更旺 因为来自谷沟的一个订单 手机的一个订单 跟伺服器的一个订单 会带动他未来的一个营运 持续的一个成长 那这个就有点类似 之前的一个栗山一样 当时候还在低档 还在低档 还在低档的时候 你就是要懂得领先市场来做布局 而不是大涨上来 哇 已经涨了两倍了 你那时候真的说 哎 老师 赚都可以留 赚都可以怎么 去留 当然你要买 你一定要在低档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要跟上脚步 那另外他也积极怎么样 跨入汽车跟电动车的一个市场 并且有机会怎么样 接获到电动车用的 电路的触控感受器 那这一块的一个市场 也是未来的公司 积极转型的一个 另外一块 可以带动公司业绩大成长 另外一块的一个领域 另外他的一个 懂兼改选的一个题材 所以为什么我把它举作股市的一个威尔康 因为我知道 最近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可能操作不顺 或是跟着其他的一个专家 买错股票 那操作不顺或者是买错股票 怎么办呢 一直放着在那边 不管他绝对不是办法 因为你会看到 很多的一个弱势股 你越放你越不管他 结果他怎么样 平平下沙 平平下跌 原本你可能买错了 你停损 可能赔了一成 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停损 可能再跌下来就是两成 再跌下来就是三成 甚至再跌下来就是怎样 就是腰斩 市场就是怎样 就是这样的一个残酷 但是如果你手上真的有那些被套牢的一个股票 怎么办呢 你如果说你不晓得怎么样来处理的一个投资朋友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大可把你的一个烦恼 你交给老师我 老师我会亲自来帮你 来帮你解决你手上 这些持股上的一个烦恼 我亲自来跟你怎么样 解答你所有的一个 心中的一个疑惑 所以说在今天老师还特别情谊相挺 那如果说你手上真的有那些的一个不对的一个股票 那要怎么样去转换到对的股票身上 就像我刚跟大家谈到的这一档股市的一个 这个威尔康 保守的一个预估未来 有机会有五成以上的一个空间可以来怎么样 可以来做期待 所以如果说不管你过去你赔了多少 你可能你买错股票 哇 我把它停损卖出 可能赔了两成 赔了三成 我都不管 但是你如果说你懂得去做涨换的话 那未来可能这档股票让你赚三成赚五成 你是不是可以把过去所失去的给怎么样 通通送回来 要不然年底快到了 紧接着又快过年了 那你荷包一直怎么样缩水下去你怎么办 过年你总是一些的一个子女们啊 对吧 一些的一个人家亲戚啊 对吧 你总是要花红包嘛 对吧 你怎么可以说 我给你五点钱 我不要捆 捆弄包 我捆一下一百块 哦 嘿嘿 这样就太失面子了嘛 对吧 所以你怎么样把它怎么样赚回来 对吧 让自己能够怎么样开心过好 所以老师今天情欲相挺 真诚 相约 你今天 你有任何的一个烦恼 有任何的一个困难 没有关系 你把这个电话你把它拨通 23219933 23219933 把拉伯通 把你的怀恼 把你的持股 把你的一个困难 你跟我们线上理专人员来说清楚 老师会亲自来帮你做解答 解答你心中所有的一个疑惑 帮你把这些不对的一个股票 当然如果说你的一个股票 哎 还不错 当然我们就不要卖了 因为还不错 他还会有一个这样反弹的一个机会 但是如果股票不对的话 你再不赶快认赔杀出的话 可能你现在赔掉了一成赔掉两成 你将来你不杀出 可能将来要赔掉什么 三成五成啊 那时候你根本就不可能再处理了嘛 所以你这些的一个不对的股票 怎么样换到对的股票的一个身上 我想这个是一个现阶段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因为趁着现阶段整个的一个行情都还是处于一个这样 高档的一个盘整 现阶段还不是空头嘛 空头是明年的一个事情嘛 我也预告了 我告诉你明年我开始要要做空了嘛 但是现在还不是 还不是你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就是要怎么样 赶快怎么样 赶快掌握缓败为胜的一个力气 那怎样掌握缓败为胜的力气 赶快把这个电话把它拨通 23219933 23219933 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赚大钱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